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又是什么原因使得邓文迪与莫多克的婚姻会落得不欢而散的结局 出生在徐州的邓文迪靠什么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他又是靠什么赢得了世界传媒大鳄莫多克的情感 世界瞩目的婚姻背后是爱情童话的延续 还是利益的维系红床异梦 但是再美好的爱情一旦与金钱全力扯上关系 就很难保证他的纯洁度 一场跨国的恋情演绎了怎样一段人生故事 他们的离婚风波背后又有着哪些不为人知的秘密 档案为您揭秘 邓文迪与莫多克轰动世界的离婚背后 1996年8月 还有一说是在9月 新闻传媒集团Star TV香港总部 正在举办一场鸡尾酒派对 公司里上市高层下到普通的员工 无一例外都穿着华丽的礼服前来参加 大家彼此在轻声的交谈着 可是眼神却都有意无意的向着重要来宾入口处张望 果然不出众望 一着骚动过后 一位老人身着西装表情严肃 缓缓地步入会场 所有人都簇拥着他 抢着跟他碰杯搭讪 可在这个过程中 这位老人却是双唇紧闭 一言不发 老人的行为举止 似乎印证了在新闻传媒集团内部 流传颇广的一个传言 那就是老人的脾气越来越坏 性格越来越古怪 没有人能够持续与他交谈半个小时以上 这时只见一位身穿蓝色礼服的高个子女人 挤开人群向老人靠近 她身子一歪 手里的红酒自然而流畅地 就撒在了老人的膝盖上 然而就在公司的高层的 想着如何出来打圆场时 这位老人竟然弯腰伸手 扶起了倒在他身边的女人 而那个高个子的女人 也落落大方地伸出他的右手 向老人说 您好 我叫温迪 很抱歉把酒洒到了您的身上 就这样 戏剧性的场景 一杯酒的缘分 让两个根本毫无瓜葛的人 开始走进大众的视线 这两个人不是别人 正是时下 因为离婚风波 闹得沸沸扬扬的主角 邓文迪与摩托克 特别的场景 特别的见面方式 真的就能造就着 特别的跨国恋情 那么特别在哪儿 为何这两个人的离婚 会引得全球媒体关注 又是什么原因 使得邓文迪与摩托克的婚姻 会落得不欢而散的结局呢 要讲清楚这些 我们还得从14年前的 一场婚礼说起 1999年6月25日 在全球媒体的万众瞩目下 莫多克与邓文迪 在纽约哈德松河的私人游艇上 举行了他们的婚礼 从这个视频中 我们可以看到 莫多克全城都在 小心呵护着他的美娇娘 而邓文迪则模样青涩 略显娇羞 似乎还没有适应 在美光灯下的出场 莫多克紧紧跟着邓文迪 在邓文迪紧张地向上张望时 他也把目光移向了上方 这对甜蜜的新人 自此终于正式曝光在世界面前 这个被媒体誉为 灰姑娘式的现代童话 也在众人唏嘘不已中 完成了他圆满结局的使命 传奇般的爱情究竟能走多远呢 没有人知道答案 但是这个年轻女孩 嫁给年长自己37岁的老人 难道仅仅是因为爱情吗 一场派对 一杯酒 就会有这么大的魔力吗 若是发生在普通人身上 结婚真的没什么稀奇的 但是如果和鲁伯特莫多克这个人名 联系到一起的话 就真不一般了 照片中的鲁伯特莫多克 个子不高 身材也偏瘦 长相更是平平 可是就是这样一个人 在他的一生中 从来就不缺的两个字 成就 1931年出生于澳大利亚 墨尔本的莫多克 从1952年继承父亲留下的 阿德莱德小报 新闻报开始 就是将传媒版图 扩展到父亲生前 都未曾想到过的领域 他在人生经历最旺盛的 三十多年间 凭借敏锐的商业嗅觉 将自己的新闻产业 发展成为 法越几大洲 涉足多项领域的 传播媒介帝国 英国泰晤士报 美国华尔街日报 甚至二十世纪 福克斯电影公司 都隶属于莫多克麾下 这些重量级的产业 带给他传媒国王的美誉 更带给他超过 110亿美元的巨额财富 但是说到这儿 便有了一个破绽 莫多克作为一个 如此地位显赫的人 即使是出席 自己公司内部的 鸡尾酒会 身边的保镖和下属 也必然会将他 保护的密不透风 又怎么会给他人 制造近身接触的机会呢 而那杯传说中的红酒 在真实情况下 恐怕也早就被 危言的保镖 挡在人群之外了 那么这邓文迪 到底是怎么就认识了 莫多克呢 是吸引吗 从照片上看 邓文迪虽然说身材高挑 但是相貌平平 可以说并没有达到 人们现在口中所说的 白富美的级别 甚至还有点 棱角分明的男人下 难道他是符合 外国人眼中的 东方美吗 我们这里有一段 邓文迪接受采访的视频 让我们来看看 当事人是如何回忆 两个人第一次 见面时的情景 他来开会 我的老板让我去 去谈一下中国的 以后发展情况 我是唯一一个 中国的经理 然后他就问很多问题 别人回答 他不相信 他问我 就问特别多 然后完了以后 就请我去吃饭 其实邓文迪在遇到 莫多克之前 只是一个中国 普通家庭出身的女孩 当然 这红酒说 也只是众多 相遇传闻中的一个 此时的邓文迪 也的的确确 是在香港的 Star TV做实习生 这段采访 让我们了解到 原来那个充满了 罗曼蒂克情节的 红酒相识桥段 不过是人们 以讹传讹的误会罢了 但是正所谓 无风不齐浪 大家为什么会把 这样一个设计相遇 硬是要安在 邓文迪的身上 仅仅是因为 那样的情节 更生动 更传奇吗 邓文迪与莫多克 僵实的真相扑朔迷离 这也让他本身 陷入了一个巨大的 阴谋策划论中 当最早一波 嗅觉敏锐的记者发现 已经年迈 步履迟缓的 莫多克身边 竟忽然多出了一个 年轻女人的陪伴室 依然没有人会相信 此前还默默无闻 其貌不扬的邓文迪 居然会调到 莫多克 这个传媒大鳄 虽然是则重磅炸弹 但熟悉莫多克 情况的相关人士 还是一笑置之 因为他们清楚 不论莫多克 与邓文迪 发展到了什么阶段 他们的感情 都应该只是昙花一现 原因很简单 这莫多克的家里 还有老婆呢 莫非是莫多克 对邓文迪 一时兴起 贪图新鲜 还是 真的爱上了他呢 很快 巧合就来了 莫多克 与邓文迪 结婚的时间 距离他与前妻安娜 离婚的生效 仅仅只有 17天 我们找到了莫多克 与前妻安娜分手之前 所签订的离婚协议 除了一些必要的条款之外 有这样一条规定 显得十分的突兀 我们将其摘录下来 进行了翻译 一起来看一看 莫多克死后 作为妻子的邓文迪 无权继承他的任何遗产 除非邓文迪婚后 能生个一男半女 而莫多克去世时 他的子女 恰好要不满18岁 邓文迪才能掌控 他孩子名下的补分 原来 这个苛刻的 不尽人情的 甚至可以说是在 断邓文迪后路的规定 竟然是 莫多克得以迎娶 邓文迪的交换条件 而安娜之所以 可以那么容易地放弃 三十年的婚姻 和几个成年的孩子 将丈夫拱手让人 也不过是因为 他算准了 自己即将到手的 巨额赡养费 和邓文迪 竹篮子打水 一场空的结局 那么 安娜究竟有什么把握 可以这么有信心地 开出这个 霸王条款呢 早在莫多克 与安娜离婚之前 莫多克就被确诊为 罹患了前列腺癌 加上他已年近 七十高龄 在这样的情况下 生孩子 根本就是天方夜谭 由此可见 这个看上去美丽 柔和的安娜 也绝不是好惹得住 她早就算好 所有的计划了 她要保证 自己的孩子们 完全继承 父亲的财产 安娜的利益 是保住了 但是对于 年轻的邓文迪 却实在是不公平 虽然心里生气 可毕竟是骑虎难下 那么此时的邓文迪 又能做些什么呢 就在所有的人 都被安娜的留意手 而唏嘘时 一个让所有人 都大跌眼镜的消息 传了出来 邓文迪 怀孕了 邓文迪利用高科技医学 通过莫多克 此前冷冻的健康精子 成功地采用了 试管婴儿的方法 顺利地怀上了 他与莫多克的 第一个女儿 格雷斯 视频中挺着大肚子的 邓文迪 悠闲地晒着太阳 与丈夫莫多克 像每一对平凡夫妻一样 等待着爱情结晶的诞生 他骄傲又开心地笑着 喜悦之情 抑郁言表 先后两个女儿的诞生 成了邓文迪扬眉吐气 光明正大的插手 莫多克家族财产的 有力支撑 而莫多克 七十生女 更有着 初为人妇般的欣喜 不过即便是如此 莫多克也并没有因此 就偏重幼女 他知道 四个年长的儿女 本来就不满意 邓文迪的出现 因此 他便尽一切的可能 做一个公平可亲的父亲 这一点就连邓文迪 也都大家肯定 他曾经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告诉观众 莫多克对子女 是一样的好 母平女贵 邓文迪似乎幸运地出气 莫多克将这两个小女儿 视为是自己晚年生活的恩赐 总是喜欢带着她们 和邓文迪坐游轮出海 到海滩度假 虽然极少对外曝光 但莫多克在美国爱达河州 太阳谷休闲圣地 参加一年一度的媒体大亨 投资巨人 科技顾问 国际投资会议室 他牵着三岁的小女儿 格雷斯走路的亲密模样 还被媒体给抢拍到 照片中74岁的莫多克 左手牵着格雷斯 调皮的微张着嘴 刚刚走下一座房子的台阶 而略显害羞的格雷斯 则紧紧抓着爸爸的手 莫多克还喜欢带着女儿们 看NBA球赛 当远处的邓文迪 聚精会神的观战时 妇女三人则默契地在一起 偷吃零食 莫多克对女儿的态度侧面 反映出了他对邓文迪 进驻家族获得自己财产的认可 也似乎可以说明 他对邓文迪确实存在真情 但是再美好的爱情 一旦与金钱 全力扯上关系 就很难保证他的纯洁度 邓文迪 耳利之年 却嫁给了一个年近七十的老人 这个决定背后 难道只有爱情吗 恐怕不尽然 不管怎么样 嫁给莫多克的邓文迪 不但真正过上了豪门生活 更是朝着崭新的生活 卖了一大步 可是 即便有耶鲁大学 MBA高等学历背景 还有爽老好处的性格 邓文迪依然明白 莫多克的世界 远远不是现在的自己 可以企及的 为了最快速度的 融入丈夫的上流交际圈 邓文迪 开始朝着贵妇的方向 打扮自己 他衣着精致 举止文雅 陪着丈夫出席一些 他能够做陪的社交场所 和正式宴护 但是 他又不忘时刻收敛锋芒 竭力保持着自己 干居男人背后的大度 他跟着莫多克 参加英国女王 在白金汉宫举行的盛大国宴 又陪着他到现场 为NBA求星 呐喊助威 还不时伴他 行走在纽约街头 谈笑风生 但是 自邓文迪与莫多克 结婚14年以来 竟没有一篇 关于他过去经历的报道 这个不寻常的现象 不禁让人一斗从生 这究竟是巧合 还是他有什么不为人知的过往呢 原来早在1990年 也就是邓文迪赴美留学的初期 他竟然曾经有过一段婚姻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当初刚来到美国求学的邓文迪 曾经住在他的英文教师 杰克切瑞夫妇的家中 但是很快 这段友谊 就变质了 有一天家中无人 切瑞太太无意中 拉开了丈夫的抽屉 这里面 赫然放着一大堆 邓文迪风情万种的造型照片 那一年邓文迪18岁 切瑞比他大整整30岁 如同五雷轰顶的乔伊斯 当天就跟丈夫摊牌了 没想到丈夫 毫不避讳地对自己的妻子说 她已经完全被这个年轻的女人 所吸引 很快 由于邓文迪的涉足 这对相守了几十年的福气 老眼纷飞 而邓文迪于1990年的2月份 嫁给了切瑞 论年龄长相 资产事业 杰克切瑞都是再平凡不过的一个人了 如果说邓文迪嫁给莫多克 是因为莫多克身上那种领袖气质 令他蛰伏 可以忽略他的年龄 那么邓文迪为什么会与 年龄几乎可以做他父亲的 杰克切瑞在一起呢 接连两次 都嫁给了比自己年长很多的男人 这是不是能说明邓文迪的情感取向呢 难道他就是喜欢这些年长的男人身上的那些成熟和阅历吗 恐怕事实并非如此 邓文迪与杰克切瑞的婚姻 仅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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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这个女人好像是可以利用身边的一切 来完成自己的目的 其中也包括婚姻 至此邓文迪心机重 有野心的特点也逐渐展露出来 那么邓文迪的野心如此明显 这是一个疑点不禁又出现了 那就是莫多克在掌握了邓文迪过去一切的前提下 以他的精灵不可能分析不出来 但凡与邓文迪有感情瓜葛的男人 大都存在着利用价值 而自己如今的身份地位 更是邓文迪进入上游社会最快最好的捷径 那么莫多克为什么要明知故犯呢 比邓文迪年轻漂亮 聪明能干的精英女性在美国多得很 莫多克为什么就偏偏选中了邓文迪呢 这一天莫多克欣赏他最近刚刚购置的一幅中国油画 这幅画是由被誉为中国藏狼画家第一人的林岳所画 这幅画中的藏狼站在雪地上 眼睛看着远方 仿佛是要征服这片雪域高原 莫多克对这幅画是钟爱有加 他把这幅画摆在了办公室里非常显眼的位置 莫多克之所以会把这幅画放到办公室里 一方面他可能是从这幅画里的藏狼 看到了桀骜不驯 永不低头的自己 另一方面可能也表示出了他对于中国这个东方大国无比的好奇和无限的兴趣 因此在邓文迪的身上坐拥传媒帝国的莫多克或许看到了更多 其实早在1990年 新闻集团就曾经历过一次巨大的危机 当时莫多克的前妻安娜为求稳妥 要他放弃建立一个全球媒体帝国的野心 安度晚年 但这个劝谏与莫多克的勃勃野心背道而驰 也正是因为这次关键时刻上的分歧 让莫多克对安娜前所未有的失望 而邓文迪却从来没有让这位冒险家放慢脚步 他不仅成为了莫多克在中国的大使 还激发了莫多克全球扩张的步伐 收购更多的美国电视台 热衷于投资新媒体 短短几年 新闻帝国的规模扩大了十倍 这个鲜明的对比 即使出了一个远比所谓的爱情更为重要的原因 那就是一直渴望退休生活的安娜 不再与莫多克庞大的野心和事业理念相合 她不满于丈夫迟迟不愿退休的执着 而这份日益影响莫多克情绪的抱怨 却在邓文迪热切的扩张激情中 找到了安慰 莫多克从邓文迪那里找到了久违的开疆扩土的打拼精神 从某种程度而言 莫多克是从邓文迪的身上看到了自己的一个影子 因此流传最广阔几乎成真的一个判断是 在莫多克眼中还有一个密而不宣的原因 是他无法忽视的 那就是邓文迪背后所代表的13亿人口的中国市场 如果说邓文迪的性格中有莫多克的因子 那么邓文迪的特殊背景 则恰恰符合莫多克事业规划的特质 他希望未来的传媒帝国是多元化多文化的 而邓文迪所代表的东方元素 则符合莫多克东西结合的期望 而邓文迪生于私长于私的中国 更是一个拥有着无限开发潜力和市场的大金库 取了邓文迪自己自然就和中国产生了一种 不言而喻的亲密关系 而邓文迪充满了东方人特征的面孔呢 正是自己建筑亚洲的一张绝佳王牌 看来这段曾经充满了童话色彩的爱情传奇 也不过是彼此利用的抢钱工具罢了 不过爱情相守也好 利益维系也罢 至少看上去 莫多克与邓文迪是一对恩爱的夫妻 我们这里有一段2011年央视对话栏目 对莫多克与邓文迪的采访 这也是夫妻二人迄今为止 唯一的一次共同接受采访 依稀可以看出这对夫妻曾经的状态 您能理解打是亲骂是爱吗 您觉得为新闻集团的事情工作更愉悦一点 还是为温迪的电影宣传工作更愉悦一点 莫多克的那句 我的一切都是为他奋斗 现在看来仍不失真挚 而他评价邓文迪十分严厉 则或许是他二人日后关系恶化的隐患 不过正是这样严厉的虎妻 才能在莫多克遭遇困境时出手相救 2011年7月19日下午2点30分左右 莫多克在次子詹姆斯和妻子邓文迪的陪同下 出席了旗下世界新闻报 陷入窃听丑闻的公开听证会 听证会上的莫多克既尴尬又无措 莫多克曾经向媒体表示 这是他生平中最卑微的一天 然而就在莫多克痛苦的 在他生平中最卑微的一天中煎熬时 一个意外的戏剧化转折 将原本尴尬严肃的气氛彻底打破了 就在莫多克回答律师的提问时 一个男子将一个承有T须膏的盘子扔向了他 视频中从坐在莫多克身边的詹姆斯的表情中 我们可以看到他发现袭击者时 先是呆滞惊讶 然后起身阻拦 这期间间隔的几秒钟 是所有人遇到危机时的正常反应 就在连保安都被这个意料之外的举动下注之时 莫多克身后的邓文迪却在第一时间以最快的速度起身 越过两个人向袭击者施以重重的一巴掌 事后根据相关人士的分析 邓文迪这一掌的掌力相当于一个120斤以上的成年男子 瞬间做到你脸上的重量 其威力不可小觑 这完全下意识的一技重掌 不但有力地威吓了袭击者 更为邓文迪赢得了这么多年来的首次媒体赞誉 几乎是一夜之间 大众的同情与佩服都给予了这对福气 新闻集团的股票一番常态地开始挥涨 邓文迪似乎用这一巴掌将深陷泥潭的莫多克救了上来 因此这勇猛无畏的一掌 在外人看来却成为了代表莫多克与邓文迪感情坚固的深情举措 而从这张照片上看 坐车返程的夫妻二人 莫多克一脸的疲惫 而尚在愤怒中的邓文迪 则是目光很辣地盯着媒体 似乎并没有大难之后相互支撑的情谊 夫妻俩不但没有因为这一巴掌而近视前嫌 反而是其次在大众媒体前的彪悍和强势 甚至完全不顾风度 让莫多克尴尬而无所失从 越是到了老迈之年 他越不希望有任何节外生枝的情形 邓文迪日渐强势的行事作风 可能也是让莫多克最终做出离婚这个决定的导火索 曾与女明星张子怡交好的邓文迪 数次公开表示自己对张子怡纤细的身材非常羡慕 于是他以张子怡为标准 严格控制还在生长发育期的女儿格雷斯的饮食 有时甚至让女儿每餐只吃极少的食物 除此之外 他还要求格雷斯每天坚持运动 为的是让女儿最快时间拥有张子怡的曼妙身材 为了培养女儿们多才多艺的技能 邓文迪不但监管他们每日的训练 更是向自己的母亲请教 如何让女儿们可以在钢琴前坐足几个小时 心疼女儿的莫多克虽然没有干涉 但想必内心也有不满 这一系列妄女成凤的做法 与莫多克崇尚童真快乐的观念相悖 从这一点看 莫多克对邓文迪是铁了心的失望 甚至反感 当然了 一个巴掌拍不响 与其说邓文迪的护肤行为是英勇无畏 倒不如说是在为自己赚口碑 因为这对夫妻的矛盾由来已非一日 曾在莫多克家中做过两年家庭教师 受伤后被辞退的女教师在接受采访是这样评价邓文迪 她是个泼妇 会把不合心意的保姆从车上赶下去 并经常语带脏字责骂用人 当然她对丈夫莫多克也毫不客气 经常对她大声喝斥 特别是2004年圣诞节 莫多克和邓文迪竟花了整整一个晚上讨论争吵 莫多克死后的新闻集团的财产如何分配 从女教师的口中 我们可以看出邓文迪随着年龄的增长 早就不再是当初那个言听计从的小教妻了 她在一步步坐视自己名媛贵妇的位置后 终于对年迈的丈夫感到了厌倦 这种变化从我们找到的这组照片当中可见端倪 这是莫多克与邓文迪结婚初期的照片 还留着短发的邓文迪显得俏皮可爱 她像一个小姑娘一样依偎在莫多克的身边 而面对媒体拍照时 她又会展露出她害羞不自然的微笑 而照片当中的莫多克 则是紧紧的握着邓文迪的手腕 似乎想要给她这位羞涩的新婚妻子 以温存 结婚三年后做了母亲 又在新闻集团担任要职的邓文迪 比最初成熟了很多 她终于明白怎样应付媒体 她的穿着越来越艳丽动人 长卷发更是散发出女人特有的性感 她参加大大小小的聚会 沙龙和发布会 每一次露面都精致而从容 即使和丈夫莫多克在一起 她也不再害羞 她愉快地和丈夫交谈 或者表现亲密 看上去不再是陪衬 而是不可或缺的另一半 但是近几年来 这种平等和谐的状态 开始出现变化了 邓文迪在越来越高调的露面中 逐步掌控全场 并不再依赖丈夫的陪同 这种貌合神离的状态 不但被照相机精准捕捉 也没有逃过摄像机的镜头 回顾当年二人婚后 接受媒体采访时 邓文迪模样青涩 甚至有些羞于面对镜头 但是随着邓文迪经历的大场面 越来越多 她面对媒体也越来越轻松自如 她不断出席各种发布会 接受记者采访时 也变得得体大方 这是第十四届上海国际电影节 开幕式上的莫多克夫妇 镜头前的邓文迪 似乎成为了主角 她快步向前走着 仿佛已经适应了美光灯下的出场 她热情地与主持人及观众互动 而莫多克也只能紧随其后 似乎成了妻子的陪衬 这是2011年莫多克与邓文迪 出席上海国际电影节时的合影 身着豹文连衣群的邓文迪 也性美十足 但她微微有些僵硬的笑容 和明显向李冰冰方向倚靠的姿势 让一手搂着她的莫多克 笑得有些勉强 而2012年的金球奖红毯上 尽管莫多克现殷勤般地摆出了 深清凝望邓文迪的姿态 但笔直站着 单手插腰的邓文迪 却并不配合 他只是略显尴尬地挤出了一丝笑意 至于2013年 当夫妻二人再度站在金球奖 颁奖典礼上合影时 他们彼此的关系明显进一步恶化了 邓文迪的笑忠 透露着冷漠甚至是一股狠劲 而眼中再也看不到爱意的莫多克 则收敛了笑容 有些不知所措的吐了吐舌头 莫多克与邓文迪 想而易见的貌合神离 被镜头精确的捕捉了下来 而看上去 他们也并不打算隐瞒这个裂痕 只是气场越来越强的邓文迪身上 再也看不到昔日他与莫多克合影时 那种发自内心的开怀大笑了 但是生活本可以继续勉强维持的两个人 为什么会突然就宣布分手呢 究竟是感情破裂 还是利益纠缠 我这里有一份 2013年6月14日 莫多克向纽约州最高法院提出的离婚申请书 在这上面有两个刑目的签名 Kith Robert Murdoch Plaintiff 也就是说莫多克为原告 而下面Wendy Dung Murdoch Defendant 也就是被告为邓文迪 其他的便是他们的家庭住址 以及一些再寻常不过的基本情况选择 而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内容了 但是据相关媒体称 他们两个人半年以来 婚姻已经不可挽回的破裂了 此新闻一出 立刻就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大家纷纷猜测 82岁的莫多克和45岁的邓文迪 14年的婚姻为何走向尽头 他们原本稳固的关系 究竟受到了怎样的冲击 竟到了瓦解的地步呢 难道说随着莫多克的年纪越来越大 手中的权力逐渐下放 他不再将事业作为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 想过退休之后安逸的生活了吗 那么这与正值盛年的邓文迪 的确无法和解 这种生活理念的巨大落差 加上邓文迪越来越嚣张跋扈的性格 也许让莫多克最终受不了了 但是这个说法的可信度并不大 或者说至少不应该是主要原因 以莫多克的性格和诚服 纵使有再多无法忍� 他也不会落到听任邓文迪摆布的境地 邓文迪永远都不会成为他的威胁或对手 也就自然不会有真的所谓的巨内了 其实如果说邓文迪的经历是个谜 莫多克的性格就像个黑洞 他看上去温和 瘦弱 毫无杀伤力 与邓文迪截然相反 但实则更加复杂 他虽然走路拖拉 说话含混不清 看上去又有些信心不足 但熟悉他的人都知道 自己的老板是一个冷酷 没有耐心 公事公办 甚至有些残忍的人 他是个逃生大师 面对不愿回答的问题 总会装作听不清 而懵混过关 他不愿背负责任 下属部门遇到任何问题 莫多克都一概以自己不知道为由 撇清干系 晚年的莫多克 甚至连批评意见都听不进去了 他变得古怪 孤僻 但是 就是这样的一个莫多克 竟然会在老迈之年时 与妻子离婚 难道高额的赡养费 不在他的考虑范围吗 很快 大家找出了答案 原来 莫多克提出离婚的时间非常微妙 恰恰是新闻集团 面临拆分重组的关键时期 莫多克次子詹姆斯 将执掌传媒帝国大印 继承父亲的绝大部分权利 而邓文迪早在婚前就签订过协议 自己不想有莫多克集团的股份 即便此后 他们分别于2002年和2004年各签过一份婚后协议 但相信老谋深算的莫多克知道 如何不让自己的小妻子 讨得太多便宜 而邓文迪亲生的两个女儿 只是持有大部分 有表决权股份的信托的受益人 并无权行使任何控制权 也就是说 邓文迪女儿的利益 必然会因为集团拆分受到影响 比起莫多克拒内而选择放弃邓文迪 利益不均权力不平等 导致夫妻二人反目的揣测 似乎更有可信度 当然还有一种温情的说法 说莫多克此举是为了牺牲自我 成全邓文迪的未来 这种猜测 虽然感性无比 道理上也讲得过去 但因为太不现实 而没有被更多的人接受 人们在全无头绪的猜测中 不断地推翻假设 又不断地建立假设 更多的人甚至将这一切都解释为 这不过是邓文迪故技重演罢了 如今正值盛年的邓文迪 已经掌握了莫多克的重要人脉网 他该学的学了 该有的也有了 今年的莫多克已经被利用完了所有的剩余价值 因此邓文迪急于恢复自由身 以便更快觅得家偶 开创自己更为辉煌的未来 更有甚者 报道他已经找好了下家 男主角是著名网站 MySpace创始人Chris Dwarf 长得一表人才 比邓文迪大两岁 身家五亿美金 并且在2011年离了婚 与这个口吻一致的消息 也被安在了莫多克的身上 有媒体称 人老心不老的莫多克 之所以要抛弃邓文迪 是为了给自己的第四任妻子的进驻开路 这些消息且不论真假 有一点可以看出 在公众眼中邓文迪不漂亮 却可以征服任何一个男人 而莫多克则永远保持着他精明的 商人头脑 邓文迪与莫多克的婚姻 不论多么传奇 多么不可复制 它都是当代男女婚恋关系的一种呈现 即使赫赫有名如莫多克 也心尚未如邓文迪 都不过是婚姻中的普通男女 他们也要承担柴米油盐的平凡生活 结婚生子的重要转折 但是与许多人不同的是 他们在婚姻中拥有了比常人更多的财富和权力 也就势必增加了一份猜忌和风险 更多了一份在闪光灯之下的寂寞和无奈 我们所做的任何分析 仅仅是可能性的一种 在这段婚姻里 究竟还隐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秘密 也只有当事人才能够解答 现在新闻集团的拆分已经尘埃落定了 但是这场声势浩大的夫妻大战 最终会以什么样的形式落下帷幕 我们依然只有静观其变 千亭治下 乾隆年间天生异想 灾难频发 但这一切的背后 到底是天灾还是人祸 和他吃顿饭 明码标价 两千两银子 搁在今天 人民币小四十万呢 一套贪腐潜规则 竟然是整整一省官场人人腐败 各个侵贪 谁是这场贪腐大案的主使黑手 可就是这么一个 金玉其外败绪其中的小把戏 就把个钦差大臣 蒙个晕头转向 七年间 贪官们串通一气 满天过海 直到贪官一封自作聪明的奏折 让乾隆顿声一斗 他决定 还是要听一听自己最宠爱的臣子 财政大总管和珅的意见 是怎样一套潜规则 摧毁了整个一省官场 乾隆皇帝如何发现端倪 本就声名狼藉的贪官和珅 为何摇身一变成为反腐及先锋 档案联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多份皇家珍贵文献 为人揭秘 轻功第一反贪大案 乾隆掐指一算 和五十六颗人头 葡萄 紫士 金 宿